我是安妮根 歡迎回到我們的鬼滅之刃魔主生神 上一集的時候我們玩了上弦之刃 鴻魔的血鬼術 這次我們一樣要來玩血鬼術 這次我們是要來玩上弦之武 玉弧的血鬼術 其實還有一點蠻特別的就是 他在使用血鬼術的時候似乎會召喚一大堆的弧 我們在之前的影片當中應該也獲得了蠻多這樣的東西 那我等等應該也會來看看我能不能使用那些弧 我在上一集的時候我們裝備又爆了一大堆 所以我又稍微弄了一套的裝備 然後有幾個裝備還蠻特別的 所以我把它拿來用了 就是我們之前打怪物的時候掉落的那些裝 那這邊的話現在快捷欄上的是我已經做好 重新弄好的裝備 等等我們需要的話就可以踢彎上去 那我被挖裡面的這一件則是原本也是穿在身上的 但因為我看到這個 嘿 之前我們蠻常遇到神話的那些怪物嘛 那那些強化過的怪物 他們都有一些很特別的裝備像這一件 那它上面就有什麼 保護 耐久 神秘煙霧 然後還有一個火焰保護 可是有沒有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有兩個保護耶 哈哈哈 他一下保護4又一下保護2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保護技 說不定會變保護6我不確定 我們就來試試看 這個東西到底強不強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 為什麼會有兩個保護啊 那 這底下的話 還有這個啊 這個頭盔 這個頭盔也是我們在打怪物的時候獲得的 那是保護5-9-4 而保護附魔呢 其實在原版的狀態下 最高等級是 你全身上下的附魔等級 打到20點的時候 保護的效果會是最強的 對 這樣子再往上去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差效用的 所以這些啊 我保護就沒有把它用到保護拔啦 那剩下的基本上就跟之前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去我們大平台吧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謝謝各位 OK來到這裡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第一招是什麼 第一招是 喔 這個是可以禁錮人的那招嘛對不對 它也是一個弧的形狀耶 這招呢跟我們好像是下閒之舞的那招 禁錮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是一種控場技能啊 我覺得這個之後我們可以拿來用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強不強喔 如果我們 對水珠用這個 啊 沒有丟到 可是它碰到它就會進去了耶 再來一次 這個的話傷害好像也不錯 而且它好像是可以 一次弄好幾隻的喔 來 再來 我們可以這樣子就讓它 就是在裡面窒息就死耶 哎呀 好像它沒有衛技能還是擋不掉的樣子 來 擋住它 對它可以是控場好幾隻的樣子喔 傷害不高 但侮辱是極強 哈哈哈哈 就在那邊看著它這樣一直 受傷 來 我們先用這個日日呼吸先看一下 進去 啊 沒有控場到 等一下喔 這個的話是完全的控場技能所以 沒什麼傷害其實 看一下 蛇豬在旁邊耶 我要一次對待三個柱嗎 喔 原來你在這啊 再來一次 然後我們在 怎麼一大堆栗子喝下 抽一下 打敗一個 再來喔 封住封住 蛇豬也被吸引過來了 等等喔 其實蛇豬我覺得 是裡面算是蠻強的一個 角色 哎唷 等一下喔 好 來 哎唷 還有位移還有太多位移的 我沒辦法控場 大哥也來了啦 完了完了 這邊我們 控場一下 好我們 先餵一下然後吃個東西 OK 然後我們在 控場 喔這個還蠻強的啦 但是就是很可惜 位移技能還是擋不住 真的位移技能真的是很刻的 下一招的話是 千本針 魚沙 來 喔 這個就是那個 會一直兜兜兜兜兜的那招 他會喝一大堆針對不對 來喔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才其實有看到炭治郎 這邊是 雙向鬼 啊夠了 這邊有炭治郎 這邊有炭治郎 喔不對他是史蒂夫 這邊還是炭治郎 都是綠色的 這個的話 好像會有中毒效果的啦 哎唷哎唷 他是自動追蹤嗎 他好像會自動瞄準 這樣子喔 還是 他是我面向方向去攻擊 我不是很確定 好像是面向方向啦 這個是上弦之6 好我們不要跟他打 其實我們現在目標應該是要放在那個 哈哈 他一直被丟來丟去好可憐喔 其實我們現在目標是要放在上弦之1啦 因為我們成就還沒解開嘛 等一下我們應該要先來看一下成就到底是不是要打上弦之1對不對 其實我沒有看過 那個 其實都只是我們推算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來喔我們看到最後一個你看 果然跟我猜的完全一模一樣 那我們就來打倒這個黑子魔王 對打倒黑子魔成為上弦之友 那我們先 吃一下 吃一下金蘋果回格保持度 我們就是這樣的奢侈 好不好 這邊的話是煉柱 來來 一來 打錯人 抱歉啦 他好像 沒有想理我的意思 來喔 喔有了有了 他看到我了 他看到我了 這個其實傷害還不錯啦 但 跟其他的 招式比較傷害還是有一點可惜 我們來換下一招 下一招叫做 一萬華空眼魚 喔這個就是我看到那個很噁心的 喔水 衝過去 喔這個好像很猛 他每一條魚好像就是一份傷害 喔這個好像很強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還行 這個還行 喔這個就是連續攻擊 散彈槍的概念 喔沒有 這應該是什麼機關槍 哈哈哈 這邊又有這個骰子牛肉 輕鬆分解 掉到他的刀了 你們知道嗎 他刀其實也有特殊的效果喔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他有不一樣喔 他是寫前輩的日輪刀 不是一般鬼殺隊的日輪刀了 我覺得我們之後也可以來玩一下前輩的日輪刀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這個 很強的 喔沒有他沒有很強 他很弱 哈哈哈 這邊又有刀 唉唷 蝴蝶人姐姐 話說聽說那個香奈會也會生成的樣子 聽說會生成但我從來沒有遇過 哈哈哈 那 蔡阿末是有跟我說啊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跟蝴蝶人長太像了 所以我不知道 誒說不定我遇過了 如果各位有看到 他又掉刀了 哈哈哈 如果各位看之前影片有看到 其實我有遇到香奈會的話 可以跟我說一下 不過我應該也不會去拿他的刀 我也不會特別去找他了 因為我已經有玩過香奈呼的花之呼吸了 那兩個應該是一樣的吧 如果有不一樣的話 你們也可以在留言底下跟我說一下 這我就不確定了 他掉玉璇學者 這邊的話好像天要亮了是不是 我們要喝抗火囉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等下一個晚上的 因為我還要找那個黑死魔 我們招應該也還沒玩完 我們看有沒有下一招 好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 是直接等到了晚上 嘿那 我這邊是沒有去修東西的 因為我想說應該沒差啦 對我今天重點 我是要先找黑死魔 他到底要生了沒 好吧我們先要玩完這個血鬼書好了 那再來下一招是神之手嘛 我們來看一下喔 神之手是 喔好像是套Buff喔 對他給我們一個叫神之手的Buff OK 那這個Buff應該 早該用了不是嗎 然後下一個是 震殺魚鱗 來我們對著這個 好像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我不清楚 感覺是沒有啦 再來一次 對感覺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那我們既然這招也沒效果 我們換下一個 召喚鯨魚鬼 這個就是我很討厭的那個嘛 呵呵呵 水啦這個是召喚系的招式 其實我覺得召喚系都蠻扯的 在這個 模組裡面 我就可以召喚一大堆啊 然後他們好像是不會跟著我的 好像蠻可惜的 下一個就是我們剛才用的控場技能 來喔再來一次 我們在用的控場技能 自死不累 來來來 喔 蝴蝶人喜歡自死不累 水 恩 為什麼我睡著了 為什麼 呵呵呵呵 對啊為什麼我會睡著 我不是跟他是友好狀態嗎 還是我打到他了 好吧 那我們就等我們醒來吧 等等我們要趕快把那個 下弦之翼秒掉 不然我們會一直在這裡 喔有了 秒掉他 喔 這樣就沒事了 呵呵呵 喔他把我用到睡著 真的是 很麻煩啊 今天至少想要把那個 上弦之翼的成就給解 喔 水 按捏就對了 等一下 我要開班紋 這樣就對了 喔 他脫衣服了 我現在超強 喔我快把他秒掉了 我把他秒掉了 會不會有點誇張 我現在是強到這麼誇張的程度嗎 一招把他秒掉 好吧 我覺得我根本就是最強的那個 超扯的啦 我們再來看一下有沒有新的成就 這邊的話我們解開了這個 喔後面全部都沒了 對已經沒有下面的 那我們這個鬼滅之翼的成就 基本上應該是結束了 再來是 我們這邊有 欸 為什麼血蛋這邊 喔這是下弦 看錯了 好啦 那再來就是 這邊的成就呢 我們目前在這個版本當中 是 沒辦法把他 完整的解完的 那首先像是上面的喔 這個是下弦全部的鬼 那下弦有些沒做出來 那我們就沒辦法解開來 而我現在的這個版本 他上弦之四還沒做 但其實啊 其實上弦之四已經在最新版本做出來了 可是我現在其實版本還在1.16.4 而我現在裝的版本 其實他也是1.16.5 但我用了一些方法讓他降級到了1.16.4 那 最新版本 我後來嘗試用降級他會有BUG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這麼做了 而我們現在這邊的話 是沒辦法打敗這個全部的上弦鬼 因為我們缺一個上弦之四 再來就是這個版本啊 炎柱還沒做出來 所以炎柱的訓練我們是做不到的 再來是下面這邊的話 這個也是炎柱的部分嘛 而這個任務6呢 還是有點問題啊 我打敗下弦之四應該十幾次了吧 那應該也有幾次是炎柱也在旁邊的狀態下 但是我們也是沒解開 而這個與上弦鬼戰鬥也是 沒有解開喔 簡而言之就是因為這個模組啊 他還在開發當中 對他其實還是開發中的模組 所以我們其實 沒有辦法解開所有東西 還蠻正常的啦 意料之內啦 那還記得啊 我在這個系列的第1集當中 夜妹到底要來幾次 打爆他們 還記得我在這個系列的第1集當中 我其實有說過 我也不知道我要來幹嘛 所以我們去打終界龍吧 對不對 我有說過這句話嗎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應該會來用這個呼吸堡 前往中界去打擾這個中界龍 應該會蠻快速的 那也有人跟我說啊 打終界龍這些呼吸堡不管用 這個呢 我們可以在下一集之後 來見識看到底有沒有用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 打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 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猜你給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